请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事实记 十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三节的圣经 一二三请读 参孙盗了家杀 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 就与他亲近 有人告诉家杀人说 参孙盗者来了 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 中夜在城门翘翘埋伏雪 等到天亮我们变杀他 参孙隧道半夜起来 将城门的门线门康门桑 一起拆下来 刚在肩上 刚到希伯来前的山顶上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让我们一起回到来 实在我们很需要你 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对说话 让我们透过参孙这个人物 来对反思我们的生命 面对我们的软弱 以至于我们能够靠耶稣去得胜 主在这个时间 实在我们很需要上帝 赐下的能力与平安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 活出真真正正门徒的角色 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 活出基督耶稣应有的榜样和本质 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来到第四讲 不如我们重温一下 第一 第二 第三讲 大家有没有印象 参孙经文是覆盖多少章圣经 一共有四章的圣经 就是《事实记》的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章 我们终于来到第十六章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十三 十四 十五章是说什么呢 十三章就是说到参孙的出生 记不记得 他父母就很乌龙的 然后呢 在你读到第十三章最后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份的期待 就是我们说 如果你回到家去研读参孙这个人物的时候 应该在牵动你不同的情绪 如果你读到第十三章 应该是你一份的期望 因为当时是一个很黑暗的世代 很黑暗的时刻 读到最后 最终有一位人物的出现 然后你一份的喜悦和惊喜 很期待这个人物 是被上帝大大使用 然后第十四章呢 其实很容易记得 十三就是出生 十四是什么 你看看 参孙的婚姻 十五就是参孙的复仇 十六章就是参孙的死亡 十四章就是说到婚姻的里面 哇!一塌糊涂 突显着他一个 怎样的生命和态度 他是一个很任性的人 是吧? 一塌糊涂 你看到第十四章的时候 应该你会有一份很猛症的情绪 很激气 你很想捉住他 喂!你是拿世尔人 你似什么呀?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你读到这一份感觉出来 然后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 最后就是一个复仇的记载 那是一个很可怕 很血腥的场面 就是互相的施杀 参孙和非利是人 斗过你死我活 你有一种 应该的情绪就是 你很伤心很伤痛 为什么这个拿世尔人 这个归耶和华为圣人 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呢? 最后当你读的时候 然后你以为 读完了第十五章 就完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一起看看这个参考的经文 参考经文 荧幕有的了 事实记十五章的二十节 就是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 那一句圣经怎么说呢? 当非利是人 核制以色列人的时候 参宣作以色列的事实二十年 你应该在家里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 哎呀,终于都读完了 这个是什么人来的? 还是上帝的仆人 你以为完了 你以为一揭去第十六章 希望看到一些 真真正正被上帝使用的人 但是一读十六章 咦? 为什么还有参宣经文的记载呢? 因为你再按上一页 十六章第一节 参宣 你会很奇怪 如果你回家言经 我们读经要读得仔细一点 为什么应该十五章的最后就结束了? 过去我们一直看事实的时候 通常这个人物 记载完他的生平 就会是这样去形容的 就是 作以色列事实多少年 原来还没完 那你就很奇怪 很奇怪 为什么还没完呢? 所以我们必须从一个经文的结构 作者的原意 就是上帝启示 透过参宣启示 来说给我们听什么 那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 就是参考经文 对了 就是第十六章第四节 就是刚才我们读完 十五章最后一节 然后就是十六章的一二三 现在来到四了 四说什么? 后来参宣在疏裂谷 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尼拉 那如果你研究的时候 你应该有个问题 咦?其实很奇怪 首先就是应该十五章应该结束了 那为什么第十六章要记载三节的圣经 这么奇怪的一个单元的故事呢? 其实呢 如果你看回参考经文 你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就算是十五章最后一节 你直到第四节都可以 你也通的 对不对? 就是你拆了它 你掩住它 参宣作以色列的事师二十年 后来参宣在疏裂谷 其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尼拉 都说得通的 那就是说 零零些些 作者突然间插了三节的圣经 记得会是三节 你会说 傾牧师 你过去说十三章 都说了全章 十四章也是说了全章 十五章也是说了全章 十三章有二十五节的圣经 十四章有二十节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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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章有二十节的圣经 十六章有多少节? 三十一节的圣经 哦,我明白了 因为太长了 你不是想分两次说吗? 不是 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单元 那如何从经文结构 理解作者的圣意呢? 你想想就明白了 刚才我们说的第十六章 是什么主题? 参算的死亡 出生 出生 婚姻 复仇 死亡 为什么零零射射 插入了三节 好像一个插曲似的呢? 我邀请大家一起去看一次 我印度大家看 参先来到一个地方 加薩 加薩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一个菲利士人地区 五大成一的其中之一 而是在最南边的 他由北边 踩到南边 踩入了菲利士人地区 去到南边 五个最大成一之一的加薩 在那里见到一个妓女 就跟他亲近 跟他过夜 然后第二节、第三节 就是 嘩! 出之菲利士人 加薩人就是菲利士人 不过住在加薩的城邑 菲利士人就见到参相 嘩! 出之这个人来了 你没命了 我真的跟你死过 他就静悄悄 来到他躲起 等到天亮的时候 他还不杀了参孙 我恨到你死下 参孙呢? 突然间半夜就起床 哇! 接着就力大无穷 将城门的门线、门康、门山 一起拆下来 然后 抬着 抬到希伯伦的山顶上 哇! 就是说 他由北边 你幻想一下 大概当你去台北 然后走到高雄 走到高雄 走到高雄 哇! 就是你踩进了菲利士人的地区 然后去到高雄 那距离有多远呢? 就是这个加薩 他又再在加薩 再抬这个门线 就是整个城门的组件 整个城门 然后抬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 就是等于你 如果你现在拆了我们的座椅 你就抬着我们的座椅 抬到多远呢? 73公里 就是你由观堂抬到元朗 再由元朗抬回去观堂 那你就问了 为什么他在这里 原来 这三节的圣经 是一个他生活的写照 是一个他生活模式的写照 所以作者很刻意地 只是记载了三节的圣经 预示到他死亡的前奏 他死亡的来临 因为十六章 全章 如果你归纳来说 就是参宣的死亡 但是这三节 就是一个插曲 去说明 参宣的生活模式 他的生活形态 他的生活习惯是如何 他的习惯是如何? 请问这个妓女 他有没有名字啊? 有没有啊? 有还是没有啊? 为什么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的? 哈哈 没有! 第一节 如果你误会了第四节 可能你误会了第四节 以为有名字 第四节是第二个女人 那个大尼拉 第一节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说明什么 他就是 这个就是他的生活习惯 是不是一次嫖妓啊? 不是 他的生活习惯 就是一个放纵放任的生活 他一个任性的人 他生活的方式 就是一个放任的生活 所以这个死亡的预示 是一个致命的前奏 这三节 这个生活的模式 展现出 他生命的态度 他生活的态度 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带来我们很大的警惕 其实参宣也挺聪明的 特别是从他的能力而言 是吧? 如果我们看回第3节 16章第3节 哇 他聪明吗? 他将整个城门的组件 在这个门线上 是双上了铁板的 就是说他真的力大无准 用整个组件拆下来 你会问 就是说 如果你去拆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举例 譬如你现在在我们这里 拆了我们的港台 拆了我们的港台 下到楼下 你就丢了他 是不是? 所以你要问 为什么他这么傻 抬着 由观堂抬到元朗的距离 观堂抬到元朗 再由元朗抬到观堂 那个距离这么远的 为什么他不拎手 丢了他呢? 其实这里是反映着什么? 他想说明自己是一个 所向无敌的参宣 他将这个组件摆在 希伯伦前的山顶上 是想说明什么? 哈哈哈哈 城门以为可以囚禁到我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城门是什么意思? 城门就是保卫 保护着城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对非理事人很大的羞辱来的 就是说 你以为想抓我 你以为想抓到我 对不起 你不单止抓不到我 还是你这个城门以为保护到你们 对不起我 拆你 抬到山顶上 然后代表着什么? 大地在我的脚下 我是征服 我是征服 你不要以为征服到我 是我 参宣征服到你们 我 就是所向无敌的参宣 所以他那种 骄傲 狂妄 自大的态度 就是他一种这样的生活的形态 是哪世尔人来的 归耶和华为圣 那就考考考大家 听了几次了 哪世尔人有什么特征 有什么特征? 三大特征 不喝酒 就是 不剪头发 就是 不可以沾染污蔑 不可以挨近死尸 这些事情 他就不管了 喝酒就喝酒了 什么事? 喝就喝 高兴就喝 就是这样 那狮子的死尸里面有蜜糖 就这么快 拿着手 拿着手 咸 然后聘用我爹地妈咪吃 令他们也不结 这些的行动 这些应该有的外遣的特征 应该是说明他性结的生活 对不起 我现在很喜欢 哇 这个女孩很漂亮 她以为自己所向无敌 其实她很棒 从某个角度来看 因为 如果看回第二节和第三节 那些人 是什么? 中夜在城门 潮潮埋伏 静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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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 第二 她不是她小的奸 你不要这么以为 第三节 她睡到半夜起来 就是说 她是觉察到 她有一个敏锐度 知道对方要埋伏 杀死她 所以她是聪明的 她是有策略的 如果你记得上一次 她的策略如何去烧别人的和田 记得 所以其实如果从一个 她的聪明 她的能力来说 她是聪明的 不过她死在一样东西的手上 她有最大的敌人 什么敌人啊? 啊,我知道了 女性 女人 千万不要这么说 千万不要这么说 女人是尊贵的 女人是可爱的 她最大的敌人是谁? 她自己 她自己 她最大的敌人 就是她自己 我们再看一段参考经文 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吧 参孙下到亭拿 在哪里看见一个女士 是非你是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稟告她父母说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你是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取来为妻 她这十四章 就是说明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眼 跟第十六章 跳回去十六章 第一节 看见 在她的眼睛 就是看到 这个女孩 很漂亮 很漂亮 正啊 正在主导她的生活 就充满她的内心世界 充满她的思想 所以最大的敌人 就是她自己的眼睛 看见 所以是一个很讽刺 因为如果你曾经读过 曾经读过参孙生平的时候 十六章 她是被敌人什么? 刮了双眼出来 她最大的软弱就是 她最大的敌人就是她自己 她的软弱就是她的情欲 主导她的人生 你说 这段圣经应该不太适合我们用的 参孙 圣上人 参孙 在圣沉溺的当中 这个是她生活的写照 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你根本不想看 所以你问 为什么作者 读到第十五章最后一句 她还要记载下去呢? 作者很想告诉你 她跌倒的地方 她失败的地方 从而警惕我们 所以好像作者 写到第十五章最后 忍不住 都要写下去 她的死亡是如何? 什么导致她死亡呢? 就是她沉溺的行为 她眼和脑是充满性欲 什么叫上人 什么叫沉溺?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就是一个持续性习惯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而这个行为 是在破坏你的生命 破坏你的婚姻关系 破坏你的工作状态 你的工作的表现 这个就是一个沉溺行为 可以是买东西 可以是赌钱 可以是上网 如果这个行为 是你控制不了自己 是强迫性的 是习惯性的 是持续长久的时间的 是在破坏你的家庭 破坏你的生命 破坏你和神的关系 影响你的工作表现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死穴 参孙的死穴 就是他的性欲 你的软弱是什么? 不要以为基督徒 这段经文应该和弟兄说 不单单是和弟兄说 和我们每个人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秘密 我们每个人内心 有我们的黑暗的地方 参孙是他的情欲 主导着他的人生 我们会随着这个秘密 不让人知道 基督徒不会被嫖妓吧? 我都以为是的 我真的接触过一些个案 有弟兄是有嫖妓的习惯 她藏了 她不让人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 她太太不舒服 去做身体检查 去见医生的时候 发现有性病 结果就把这个秘密 说出来 这个弟兄很难过 很痛悔 她觉得自己错得很厉害 有没有搞错 她这个行为 是破坏伤害她的太太 破坏她的家庭 穩木者 彻底地悔改 感恩如今 这个弟兄 生命有更新 生活有变化 太太说 很疼她 这段时间 就是我关心的下 她说 现在这个太太 就是告诉我 丈夫很爱她 很疼她 不要将我们的黑暗隐藏起来 而是 让上帝体现 让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知道 一起面对我们的沉溺 我们的黑暗面 所以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自己 怎样可以得胜呢? 从参宣生平给我们看到 看见 就产生思想 思想 就产生行动 你看见什么 你的思想 就充满什么 然后产生相应的行动 参宣 只是看到 女性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看见上帝 看到 跟上帝关系的重要 看到我们 跟神 关系的重要 这是预防 或者帮我们 怎样去得胜的秘诀 得胜的地方 仍然回到我们 面对我们的上帝 但是 参宣 看着眼睛 你下一次 不是看着眼睛 如果 今天 我们作为 新约的信徒 与耶稣基督 立 十架的 约的时候 我们的特征是什么? 这个我想你们问一下对方 你觉得基督徒 最大的 外显行为的特征是什么? 问问旁边的 即时现在问问 问问问问 如果拿世言人的三样东西 那你觉得基督徒 应该有什么特征 看到呢? 有什么特征? 祖堂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祈祷咯 是吧? 祈祷 是不是读经? 应该也是的 因为这个真的 很明显的特征 让我们看到 我们一个基督徒 有的生命的流露 一个可以见到的行为 所以 真的喔 《家庭书》有一个很好的经文 他说什么? 神是轻慢不得的 不要自弃 人种什么 就收什么 信诸情欲杀种的 就从情欲收败坏 信诸圣灵杀种的 就从圣灵收永生 在你的讨告和读经生活里面 你播下了多少个种子 就会在你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了 所以你说这个是德性的秘诀 第一 就是你要好好去看见你和上帝关系的重要 而相信最外遣行为 见得到的 就是你有讨告和读经的生活 这个是应该有的生活模式 而参宣是没有这个生活模式 他是眼中无神 目中无神 目中无人 去踩入菲利市地区的里面 去说明自己多么的威风 我喜欢 就去亲近 以性 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得性呢? 第一 看重和上帝的关系 看见 和上帝关系的重要 第二 第二 就是我们得性的秘诀 就是我们身边有守望者 问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参宣有没有朋友呢? 我觉得没有 首先第一就是圣经没有记载 第二 如果参宣这个人物活在今天 你真是不想跟他相处 为什么呢? 很暴力 很任性 自把自为 你真是想避开他 所以你真的 如果你 从某个角度 去代入他的世界 其实他都挺孤单的 他都挺孤单 而且挺空虚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再挂心一点 可能 嫖妓是一个自我的位置 获得某种 以为虚幻的一种关系的亲密性 因为他没有朋友 因为他没有朋友 他把自己收藏 也没有人想跟他做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从这点上 第二个学习的地方 第一 就是我们的看见和上帝关系的重要 第二 就是我们身边有守望者 我们身边有我们的朋友 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要收藏自己 我呢 我妈妈就说我 就是赞我 也不是赞 或者说 就是 你真是有条旅游命的 我真的很幸福 从小到大都去过很多地方 那我呢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在理工毕业的 理工毕业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 相同的经历 在毕业的时候 会安排一次 旅行 揹着背囊 哇 很幸福啊 那时候我和一个男同学 揹着背囊 去了欧洲四十天 去了九个国家 其实每个国家只有三、四天而已 由巴黎进去 然后呢 就绕一个顺时针 然后在巴黎走 这样 哇 你知不知道 首先呢 就用了一个五位数 还有呢 我自己有一个心愿 我去到欧洲 我一定要买一样东西的 哇 很痕啊 很痕 很想要很久的 不买表 表太贵了 那是五位数的嘛 旅行都是五位数 买表也五位数 哇 哇 那时候呢 看到法哥呢 穿一件皮裤好帅啊 很想买一件皮裤啊 很痕痕了很久的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去到呢 欧洲的时候呢 那些人告诉我 意大利的皮是最出名的 哇 然后拿了两千多元 买一件皮裤 哇 那真的有新品啊 但原来皮裤都很重的 哇 背囊到底意大利 又不是尾站啊 哇 什么什么都回来香港 哇 真的好帅啊 一件皮裤的 我想问 香港有没有机会穿啊 不多啊 不多啊 啊 有机会穿啊 天气正好 拿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干什么啊 哇 你们真是聪明啊 跟祖堂的弟兄姐妹一样聪明啊 发梦啊 我穿了两三次啊 哇 那种我穿了 我穿了很帅 这样吧 扔不了啦 你不会穿一件 反帽的皮裤出街的嘛 对吧 那只会是怪的 哇 直至我洗来洗去 弄来弄来弄来弄不到啊 接着要拿下洗衣袍啊 就是找专业人士 帮我去处理啦 对吧 接着救不回 哇 我打击多大啊 接着我说 那其实应该怎样护理啊 怎样我这么失败啊 他说 嘿 你放在衣柜里面 当然不行啦 香港治療室嘛 你又要定期呢 要拿出来洗一下 还有你要塗些皮膏的 然后去保养他的 你才可以 不会发霉的 啊 我不懂 我将一件皮膏 放在衣柜里 放在衣柜里 在一个黑暗的当中 把你心里面的秘密 拿出来 曬一曬它 让上帝的光光照 不要让自己的心发霧 坦白说 这段时间 我都发霧了 这段时间 香港 在整个社会的当中 都很多 不开心 的 图像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自己都不想去祷告 不想去读圣经 一方面 因为我要追着新闻 很想知道 发生什么事 每一天 回到家 我都会用很多的时间 去看很多的 新闻的片段 和很多的评论 我发现 我的心 开始 发霧 吐了什么出来 吐了什么出来 我不是不信上帝的主权 我不是不信上帝的能力 但是 我已经没有心思 我让自己的心 藏在衣柜里面 慢慢吐出一些毛绿出来 在我内心充满了 憤怒 皱麻 自责 在不同的群组里面 其中一位的信徒领袖 说 如果一个基督徒 在这个阶段 内心充满了很多粗口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一个非基督徒 是会有什么行为 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刚才你们告诉我 就是读经和祈祷 对 不单单是这样 听下耶稣基督的说话 听下耶稣说什么 是什么呀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和角色 我是一个儿子 我是一个丈夫 我是一个牧师 我是一个香港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我 最重视我的角色 是神的儿女 我是基督的门徒 听不听到耶稣基督说什么呀 耶稣基督说 祂的儿女 祂的门徒 是一伙 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期间 最令人伤痛的地方 就是主内弟兄姊妹之间 的争执 指责 攻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你不要忘记 一个更高的身份 一个更高 更重要的 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 耶稣基督的门徒 应有的特点 是什么呀 那世人有他的特征 参孙不记得了 你是基督的门徒 你是上帝的儿女 人家认不到了 我们是主内弟兄姊妹了 因为我们失去了 一伙伤爱的心 所以 一个属神的人 最大的特征 应该是我们内心 充满基督的爱 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謹慎自首 警醒吐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 什么呀 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参孙的软弱 就是他的情欲 就是他的眼睛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面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沉溺行为 这是值得我们很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去反思 看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看见我们身边的很多大兄姊妹 可以为我们守望 可以为我们祷告 但是可能 在现在这个香港的时刻里面 我们有一个同样的黑暗 我们的内心 发作霧 就是我们生命 深深处 充满了很多的愤怒 指责 和咒作 请你记得 你最重要最重要的身份 是 我们是 天父的儿女 我们是 基督的门徒 愿意我们每个人 心里面是充满 从神而来的爱 不是街外 有人都看不到我们 哇! 你们基督徒都互相指责 互相争争 我认不到你 你是基督徒的门徒 对不起 应该我们每一个 我们内心充满的是 基督的爱 这个是我们 最大的特征 参孙的软弱提醒我们 他这样的生活模式 是会摧毁他的人生 不知你的生活模式是怎样的 不知你的软弱在哪里呢 不知现在你的内心 是不是都是发了毛呢 我们同心祈祷 我邀请大家 在左边当中 来到他安静 来到他祷告 去到上帝的面前 面对自己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是很艰难 我们很多的眼泪 我们很多的 怒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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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内心 可能有很多的 咒麻 指责 但是 主耶稣告诉我们 你听 看来到他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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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呃 感谢观看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主多谢你 让我们一起透过参宣 这个人物 去反思我们的生命 反思我们的生活模式 参宣被他自己的情欲的软弱 去核制 他完全被自己的情欲所控制 我们今天每个人 可能心里面都有自己的黑暗和秘密 愿意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宠的是同上帝的关系 让我们看宠的是同肢体之间的互相守望 也许我们不会将自己的秘密 收在心的深处 陷在罪恶之中 去摧毁我们的生命 摧毁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求你光照我们 同一时间可能我们更加 此刻在香港生活里面 我们有一个共通点 我们都会被愤怒 被指责 被 咒骂 去充满我们的内心 我们已经忘记了基督门徒应有的特点 特征 就是爱 就是彼此伤害的心 就是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看重 和上帝的关系 看重我们基督门徒 这个本质 看重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求你亲自怜悯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内心 再一次让神的光光照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